你可知道,最初的地球表面上只有水 正是一次次的火山喷发造就了人类现在赖以生存的陆地 虽然火山在固有认知里意味着灾难与毁灭 但是据考证,远古之人每一次突破性的大岛进化 也都是和地球历史上的大规模火山喷发有着神秘的联系 这次我去冰岛,一下飞机就看到远处被烧红的天空 于是离世改变行程,开车前往雷克雅内斯半岛 去近距离感受这既代表毁灭又意味着创造的地球之力 现在是开始徒步去看火山了 现在走在一片开源之上 感觉也都是之前火山永远喷发过的痕迹 从停车场到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单程要徒步10公里 累吗?累 这包太沉了 这包的装了什么了,你呢? 装了个大耳机 这非要耍帅装一个耳机是吧? 目之所及,辽阔又荒凉 在此处用库斯外星球这种用烂的形容词 我都觉得不准确 这更应该是几十亿年前地球本来的样子吧 这边居然还有小花 顽强了 加油 咱们刚走两公里 奉劝各位哥哥姐的叔叔阿姨们 上来别带这么多东西 这一路上都是以前的火山熔岩的痕迹 据说现在这片区域已经6000年没有喷发过火山 自从21年开始,却连续三年有不同的火山喷发 看来火山的活跃期到了 经过前两年的喷发现场 看到熔岩已经冷却凝固 踩上去也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是在这个以前喷发的熔岩上面 踩一踩这个以前的熔岩 这是前几年爆发的时候留下来的 这个气口很大 声音很脆啊 这种苔藓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在这种火山的地区还能长这样的植物 真的是顽强的生命力 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滚烫的 还在冒烟的熔岩的这儿 空中弥漫着一股烧烤的味道 哇,我们终于已经走到了 惊艳了惊艳了,看一下 真的太美了 大自然永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拍照 我现在就想静静地坐在这儿看着它 你们还记得白日梦想家里 那个自然摄影师说的话吗 如果我喜欢一个时刻 让我自己 我跟你们说 这个电影真的是有毒 我旅行中遇到过非常多的这种场景 我就总是想起这句话 我虽然非常认同它说的话 但是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怎么可能真的能拍啊 不过这一次我拍完这些素材 就一个人坐在火山前 花了大量时间 静静感受着大地震动 飓风呼啸 目睹熔岩翻涌 烈火燎燃 上千度的热浪蒸横 此际的黑色中流动着鲜红 像极了爱与死亡的热力纠缠 走到流动的熔岩边缘 那里仿佛生与死的边界 一步跨过去 就是再也回不来的彼岸 当我人生第一次如此真切感受到 这毁灭一切的力量时 我突然感受不到时间 没有了思考 没有了任何情绪 下山的路上 看到极昼里淡淡的晚霞 一切焦虑 欲望 执念 都慢慢消散 唯有感受当下这一刻 才是唯一需要做的 拜拜火山 下次再也见不到了 我是逆光记 带你一起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